变更我们网页的图片 我们刚刚传的三张图片 三张图片 这个猫咪、海龟跟这个大象的图片 它大小一样 那接下来要修改在哪里呢 我们就回到页面来 各位有点印象吧 哦 这是我们五个页面 来 我就在这里加好了啦 这个什么 同学喜欢这个是首页 点这里就修改这一页 点这里就修改这一页 就可以开过来 在左边页面的地方切过来 那下面这个呢 改哪一个就点哪一个 我现在点到这一个的地方 我们来改一下 我点到这个图的位置 这边才会有更换 那这时候要选什么 开启媒体库 帮大家来看一下 一要点在图片的地方 二 更换 三 这就是我们刚上传的地方 其他其实 我说实话 一般正规做网站 不会从这里的 图片理论上应该是 处理完然后传上去 我这边再强调一下 你不处理也都可以 只不过比较不好而已 那我这边跟你讲一下 老师我传上去 我图还是可以改大小 我等下再跟各位说明 我们先从这里改 来改第1个 这是我们刚传的 我就点这个大象 好来 换第2个 你要点在第2个图的位置 点这里 再来点更换 开启媒体库 再点海龟 那各位看一下这两张图的大小 加轮廓就好极了 你们看这松鼠 这松鼠的感觉没有加边线 效果就差那么一些些 你看轮廓就比较不清楚 再来点第3张图 图片 再来点更换 再来开启媒体库 我再来点这个猫咪的 猫咪应该放最左边才对 因为他眼睛往右看 改完 这大小你看一下 我这样就可以控制在我的版型上面 假设是我商品餐点 我三张图的大小一样 加轮廓效果也更好一点 来那这我点在这里 我现在点在这张图 点在这张图 那其实各位再往下看一下这里 我在这里其实也可以改大小 你有看到吗 我们后来加了边框 在这里搞好 改好不好 我直接告诉你 假设说你原来图片是4000 我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390 谁290 可以 那哪里不好 在网页它的技术是这样 不管你给它多大的图片 假设你改了 宽改390 高290 它的容量还是拿大的去算 你只是把它缩小 档案的容量还是原来的那么大 我们 拍完的照片 你都不处理在讲片 随时都可以放进去 我可以透过右边把它的尺寸改成390 290 可是它的容量还是算原始的容量 所以我拿数位相机拍完 像数位相机拍完常常一张图都5MB 那我们刚刚改完是剩5K 我直接告诉你差了100倍 你在这里改大小 并不会 它是看起来小小的 但是档案的容量还是 原始的大小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介绍一下 Faults & Pick处理下图片原因在这里 我们要点这里 顺便你也知道一下 当我点任何一个东西修改的时候 右边可以找到 我现在点在这张图 所以在右边 你要不要设圆角 这样就圆圆的 我不要啦 这圆图 我已经加了框 那下面这边可以改大小 不过通常 我不太会在这里改大小 因为不建议 因为我会影像处理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会 这样丢上去 我也可以把不同的大小 改成相同尺寸 就在下面这里改就可以了 也行